作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其實一輩子很長 對幾快樂堅去憂傷 思念太遠 夢想太長 我只願情深在你的身旁 我是流血在飛揚 同一片天空 彼此失望 我落在你的懷疑 而你落在這多情的土壤 紀念五劍同志的活動 大致調整是這樣 劉主任 你先回去具體安排一下 茶漏補缺 還有那兩個省裏來的記者 要接待好 這回座談會是咱們全縣的大事 千萬不能再出差了 放心吧 副書記 我都記好了 我會安排好的 淳雅 這次也交給你個任務 我見她母親 我已經派人把她接過來了 你回去給她寫幾句發言詞 盯著她讓她備收 到時候讓她在會上說 好 副書記 我突然想起來了 既然五劍的母親 要在座談會上發言 那她的愛人要不要講兩句啊 什麼 五劍有愛人 我跟您匯報過呀 省城的 他們一起下鄉 剛生完孩子 現在啊就在淳雅家住著呢 對吧 想起來想起來 不行不行 萬萬的不行啊 是這樣的少副書記 他們兩個人呢 是在桂州高原 這種特殊環境下相愛的 他們的愛情 是經歷過考驗的 還是領導考慮得周到 五劍是什麼人呢 是英雄 這不是往英雄臉上抹黑嗎 那英雄也是人呢 人就有七情六欲 淳雅你怎麼總唱反調啊 你別忘了 你以後要在組織內工作 那組織上已經決定了 紅美芳不能參加 五劍統治的座談會 就要保密就要執行 明白嗎 淳雅 這點劉主任 比你考慮得成熟多了 從今以後 你要多向劉主任學習 老蘇 人呢 老蘇 這兒呢 瞧瞧 那你買的東西怎麼樣了 瞧瞧 都在這兒了 看看吧 我告訴你 就這點奶粉啊 我在省城都多待了兩天 不好買 我是特意託人 從內部給你搞出來的 特工的你看看 要不說你行嗎 我們家小春天這口糧是夠了 多少錢 錢咱就不說 老蘇 我怎麼覺得你以前對拍照是挺感興趣的 怎麼現在一幕上孩子就什麼事都不管呢 帶孩子不是件容易的事啊 不是那小胡他哥哥不是過兩天 說來接他嗎 怎麼沒信了 一言難盡啊 我公子可能家裡的事還沒處理好 這事我又不好催 你說這邊呢得帶孩子 這邊呢還得看照相館 所以只能說照相館的事先放一放 不是 你生意的事可以放一放 但是 那劉主任的事你也準備放一放 你怎麼又替他呢 你今天我覺得人條件挺好的 對你又不錯 你要再放一放的話 這事就吹了 不是我們倆吹不吹的 這跟你有什麼關係啊 是這麼回事 我呢 我想讓劉主任給我重新起個照 雞我真是賣不動了 我這想換個別的事來 那得壓 壓也吧 我說你呀你呀 無力不起走啊 行了來吧拿錢走人 走開 是你得想想啊 要不然的話 奶粉以後別找 錢啊 先收拾吧 你你我給我我來吧我來吧 沒事沒事 你看你剛下班你歇著吧 還是我來 不用我來吧那個 沒事淳于 你不是總跟我說 讓我別在屋裡閒著嗎 這樣對恢復身體有幫助的 那那不是以前說的嗎 那現在又怎麼了 我知道你們是擔心我 怕我知道五金的消息傷心 怕我有什麼閃失 淳于 你太緊張了 我不會有什麼閃失的 而且我告訴你啊 五金一定不會有事的 你們是不了解他 他可不是一般人 他強的呀 照出了你們的想像 我們剛到錢林山的時候 那兒又缺水又缺涼 連衣服被子都不夠 那麼惡劣的情況下 他都沒有出事 我們臨場又是水災火災 他也沒有事啊 那不可能我們一年沒見 他就出事了吧 沒事的 你去歇著吧 去啊 越說他沒事 就越是有事 跟你們打個比方啊 可能不恰當 就跟了當年的階級鬥爭一樣 越是表面上風平浪靜的人 內心越是汹湧澎湃 這種人最難搞的 我欠多了 劉阿姨 您說得太對了 玉玉 我怎麼說來著 像這樣人我的 我壓根都猜不透 他到底心裡在想什麼 你說他太可怕了這 當初就不該把他留下來 現在也只能這樣了 你們呀 多盯著他的一舉一動 千萬不要出什麼差錯 真就是輪班盯著他 特別是我爸 他現在連覺都不夠睡了 怪誰呀 自討苦吃不是嗎 送又送不走 今天找你們來 還真是要跟你們說件事 什麼事啊 是這樣的啊 縣裡面呢 最近要給武健搞一個大型的座談會 我希望你們配合一下我的工作 劉阿姨您想讓我們怎麼配合呀 很簡單 盯著胡美鳳 千萬不能讓他知道這個消息 憲領導再三強調 千萬不能讓胡美鳳破壞了武健的英雄形象 不是 他那麼越聽越糊塗啊 那個 劉主任 我沒有明白您的意思 您要是不想讓胡美鳳知道 那不告訴我們不就行了嗎 讓我們盯著他就好了呀 我是讓你們盯著胡美鳳嗎 那讓我們盯著誰啊 我是讓你們盯著春葉 春葉 春葉 春葉也知道這些事 他和胡美鳳的關係咱們都知道的 萬一走漏了風聲 實話告訴你們吧 現在可是春葉是否能轉正的關鍵時刻 你們懂了吧 懂了 爸 咱這月開始有點大啊 養孩子嘛 不都得花錢嗎 實在不行啊 從村哲上取點吧 咱別總花老本啊 再說了那錢不是給春蘭以後上大學用的嗎 這個以後再說吧 先把眼目錢的事先弄了 爸 姐 來 人人有份啊 好 這個 是給小鐘姐 還有小春天呢 姐 這個 給您買的 懂事啊 你不老說腰不好嗎 先買戶謝謝啊 爸 這些都是給你買的襪子 你那些舊的啊 別再補了 趕緊扔了 你買這些東西 哪來這麼多錢啊 您還不知道呢媽 是我幫你說呢 還是你自己說呢 我說我說 爸 這些呢都是拿我人生第一筆工資買的東西 不對 我現在還是十七七 應該叫補天 姐 我呢 我呢 行 姐今兒錢用窩了啊 下回給你補上 怎麼一到我這兒就不夠啊 誰讓你是咱家小老爺們呢 要不這樣那個賣乳金分你一單 去去去去 我知道那是給小孩喝的 你下回別忘了 臭小子 對了爸 我聽說過段時間我就能轉正了 到時候我那工資 比現在多好幾倍呢 好啊 工作 好好幹 別跟任領導找麻煩 要說咱們家這幾個孩子 都有出息啊 趕明兒老三再考上大學 咱這小日子過的 比蜜甜 不是有那麼首歌嗎 甜蜜的工作 甜蜜的工作 無限好咯 甜蜜的歌 甜蜜的歌 飛滿天咯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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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蜜甜 做飯了 姐 你趕緊來試一下 那個 問你個事啊 過兩天 你們機關是不是要給五間開座談會啊 是不是劉翠蘭告訴你啊 別一口一個劉翠蘭劉翠蘭的 那人家劉主任也是為你好好嗎 再說了那退一步說 那不也是為了那誰好嗎 非得往人家上口上撒鹽啊 這劉翠蘭這人 他就為了自己工作好 怕別人影響他前程 你就不怕耽誤你的前程啊 我告訴你啊 你還想轉正 把嘴給我閉上 聽見沒 謝謝啊 什麼 大馬 什麼事啊 送信啊 都幾點了還送信 我都已經送完一圈 準備回郵局吃飯了 蘇師傅 您這最近開張可夠晚了呢 您看看 都快十一點了 是啊 昨天後悔點兒才睡 那您可得注意身體 蘇師傅 您家的事啊 我都聽說了 這街上呀 非短流長的 說什麼的都有 可是我不相信您是那樣的 您呀 就是鮮眼好 但是我勸您一句 善歸善 把身體搭進去可不值 謝謝啊謝謝 好蘇師傅 那我走了 好 坐好啊 蘇師傅再見 你怎麼能洗衣服呢 去去去去去 沒事沒事 蘇師傅 你看我最近啊 又吃得好睡得好 我都胖了 沒事的 就當我這活動活動 不是不是 你這剛坐完月子 不能著涼啊 歲數大了容易生病 這都是中國的傳統說法 那人家國外人 生了孩子又喝涼水 那也沒事啊 這兩碼事啊 這個中國人和外國人 它不是一個品種啊 再說了 怎麼還有我的衣服呢 你脫我這個來 你起來起來起來 我 行了蘇師傅你別跟我搶了 你太見外了 我自從生完春天以後 你什麼活都不讓我幹 我知道這是你為我好 可是再這麼下去 我不得月子病 那也能憋出病來呢 那萬一 沒有萬一 我一大活人又不是紙糊的 沒事的 要不這樣我一會兒要 稍後熱水 用熱水洗總行了吧 對對對 記住千萬別用涼水 知道了 蘇師傅您真啰嗦 蘇師傅 你把這鞋拿去吧 給你擦好了 小鞋這麼亮 鏡子一樣啊 那膽啊 小鞋這麼亮 鏡子一樣啊 好 我吃飽了 去寫功課吧 你就是要寫功課 那你還能幹嗎呀 幹嗎沒 吃完了 美鳳吃完了嗎 我來我來我來 不用 我們都照顧孩子一天了 歇會兒 沒事兒 你看你們一家人 對我這麼好就讓我 沒關係的 淳于 我一直想感謝你 你救了我的命 還救了小春天 真的我特別感謝你 爸沒事兒 你不要 你怎麼又喝多了 我高興啊 我每天我想著 我們家這小春天的時候 我就是 高興 我一高興我當然就喝高了 爸愛生我跟你說啊 你買身酒去 你離孩子遠一點 對孩子不好 你懂嗎 站穩了行嗎 欣賢喝酒 我說每份兒 以后别老是那么见外 你啊 你身上的血 那流的都是她们姐仨的 行了 你喝错了 我知道 我在医院的时候 是她们是跟我说的血 所以 别老是歇歇的 这就见外了 告诉你 都是一家人 一家人 再说了我是外 外边来的 你也是外边来的 都不重要了 你看看我媳妇了吗 你看她这个脖子 这个仗下 你喝多了 你别胡说八道行不行 说什么呢 害臊了 你是我媳妇 她要是能再给我生一个 像小春天这样的小丫头 那太美死了 是 谁愿意你舍啊 谁想要一个酒鬼当爹 进来 进来 进来了吧 初天还不见了 进去 什么鬼 你姐不说话了呢 是快说你姐 行了 燕儿 让她睡会儿吧 睡着了 对 不用管了 那个 媳妇 你看 也就咱们仨了是不是 咱们女人之间也好说话 你看啊 这孩子也生了 身体也恢复好了 春雨 你别说了 我知道你接下来要问我什么 你就是想说我接下来 打算怎么办对吧 你别误会啊 我可没有要赶你走的意思 我知道你不是那个意思 自从武剑那消息出来以后 你们就一直担心我 怕我不正常 整天为我提心吊胆的 怕我出事 对不对 春雨儿 没事 你们放心吧 我不会有事的 因为我压根就不相信 武剑那个事是真的 可是 你听我说完 即便那个消息是先政府出来的 我也不相信 因为没有证据啊 和这些没有证据的消息相比 我更相信我的直觉 我现在身体恢复得很好 我可以告诉你们 我准备过一段时间 回尹龙河临场 她一定还在那儿 即便她不在那儿 我也要找到她不在的证据 美风姐 你这人怎么这么不听劝 我就在新政府上班呢 那过来啊 春雨儿 你 你去看看那个 水烧开了没有 去啊 快 你看这孩子 就是些毛手毛小的 春雨儿 美风 你帮我看这海参了 水烧开了没有 姐 哪儿烧水了 痛了吧你 你刚过两天什么呀 你是不是想说 过两天那县委 给武建开一座谈会的事 是吗 怎么呀 你没看见她那样 急着要去找人呢 这贵州农场条件那么差 她刚算完月子了 怎么去啊 你还想不想转正了啊 大学白赌了吧你 你还想不想当博物语员了 你以为你告诉她 我今天要开座谈会的事 她就不去贵州了 你阻止得了吗 那 那你说怎么办 这么怎么办 保护好你们自己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命 别管那么多 听见没 那我去 那我去 一会儿啊 那我给姐夫倒过水 姐夫渴死了 那我跟你说 那个武建座谈会的事 你可千万不能说出去 那个武建的死了 我这世间关谁身上都担不及了 这世间关谁身上都担不及了 大家好 大家安静一下 座谈会马上开始 谢谢 下面 请副书记发言 同志们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 参加武剑同志的座谈会 武剑同志是我县走出的优秀青年 他胸怀坦荡 求实物贞 宽厚待人 勤奋进取 顾全大局 英勇无畏的优秀品格 让所有与之相识的人历历在目 在各项工作中他表现优异 他积极支持并参加各项活动 积极热情地融入劳动人民当中 在各项工作中表现优异 这样的武大妈 一会儿呢 进了会场 您啊 就按照我给您写的这稿子 我都写得很清楚了 一会儿记得千万别念错了 您拿着 您拿着 您 您最会儿啊 您哪儿嘅啊 我们下了 您的法律 怎么可能 老爷 一定的 你的就是 您 吴妈妈 请你给大家说两句 我是武剑的母亲 刚才啊上台前 县里同志给了我一大篇稿子 让我照着念 我没文化眼睛又花 看着这稿子就是个睁眼瞎呀 我这照着念那不是瞎念吗 你们大家要同意呀 我今天就不照着稿子念了 在舞台上 你夹着你 和你不要 你看着我 我快乐 我快乐 你不要 来 我跟你们说 我儿子吴贱 他没死 皇秘书 皇秘书 快扶我妈妈休息 快去 他不是什么英雄 我的妈 起开 皇秘书快 我快没说完呢 母子连着信哪 我儿子 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 他死不死 我知道 吴贱妈 我儿子没死 吴贱妈 我知道我儿子没死 吴贱妈 大家静一下 静一下 听我说 看来吴妈妈 接受不了 吴贱同志牺牲的事实 嗜毒之情 让人感动 白发人送黑发人之痛 让我们更加惋惜 这位英雄的离去 武剑肯定还活着 我和武剑同志 是知心战友 他好好地一个人 怎么说没就没了 你们有没有证据 保卫客 请这位武剑同志的战友 离场 等等 真的 各位同志 我跟武剑同志 在贵州高原 是同一个灵场 同一个支部 我们共同工作将近十年 我离开贵州高原的时候 他还好好的 还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 这才多久 他怎么说没就没了 你们凭什么说他死了 证据在哪儿 不要拍了 不要拍了 我们这里有上级下发的 红头文件 也有武剑同志的死亡证明书 武剑同志确实是牺牲了 我们也万分地悲痛 和十分地遗憾 就凭几份文件 几张纸 就说他已经死了 你 当时 有谁在现场 又有谁起眼看到了他的遗体 什么都没有看见 那就是口说无凭 无凭无据 你们怎么能给一个活生生的生命 判定死亡呢 什么事啊 什么事得看到 什么事啊 安静 安静 还得听我说 安静 安静 我千叮咛万嘱咐 座谈会是咱们现的头等大事 是脸面 这全让你们给我砸了 你们是不是不想干了 副书记 春雅是我带到机关实习的 这件事情我没有监督好 请上级批评 刘主任 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苏春雅 错误可以犯 但是态度要端正 老太太的讲话稿是你负责的 你怎么监督她的 让她在座谈会上胡说八道 那稿子是按照您的要求写的 您省过了 再说了 我老太太答应按照稿子念 那现场变卦 我有什么办法啊 这事叫狡辩 那我问你 怎么没份呢 她怎么来了 她怎么知道 咱们座谈会的时间和地点 你是说 是我让她来的 她住在你家 你没告诉她 谁告诉她呀 春雅 我不是没有提醒过你 平时你不听我的也就算了 这件事你知道 你闯了多大的祸吗 盛副书记 大学口碰人 行吧行吧 你俩都别说了 这两天 广播都给我先停两天 你俩都给我停止反省 你说这美凤 她怎么就回去闹会场了呢 你们 你们为什么不看好美凤姐 爸 你干吗不拦住她 这事我不也刚知道吗 淳于啊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呀 我不是觉得 人越少知道越好吗 越不容易走漏风声啊 那她还不是知道了 你们两个就是这样 什么时候都私底下嘀嘀咕咕 有什么事不能探住面上说明白呢 那要早让爸知道 她拦住美凤姐至于这样吗 华舍天祖 你个没良心的 我不是为你好啊 你为我好 你知不知道我广播站的工作停了 什么时候会发不知道呢 等等等等 那刘主任呢 你别跟我提刘翠岚 那把责任全推我身上了 都说机关负责 怎么算见识到了 行了行了行了 别提刘主任了 有什么问题 要从自身上找原因 春月儿 我刚刚在外面全听到了 我今天是不是影响你工作了 影响就算了 不过美凤姐 我就问您件事 谁告诉你的 说实话 这件事情 你就不应该瞒我 好不容易找到这么好的一个单位 领导也气宠 结果一座谈会 你说把这到手的工作都弄黄了 怎么就黄了呢 又没被开除 没被开除就不算黄了 我问你 这领导喜欢和不喜欢 一样吗 这正事工和临时工一样吗 这不得了 这接下来要转正了 给你个临时工 你说你干还是不干 这不干吧 没得吃 你这干吧 这郑时工和临时工的 这个福利待遇 那天仰之别呀 您就一耳那脾气 你觉得他忍得了吗 肯定忍不了 是吧 但那怎么办呢 这事都让他瘫上了 真是越琢磨越来气 依我说啊这事啊 就怪那个胡美工 姑奶奶你少点声 她就在楼下呢 那怎么了 听见怎么了 我说的本来就是事实 行了行了行了 不要 那你现在说这些也没用啊 咱们主要是想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才行 怎么解决啊 要不你明天 提点东西 去找一下刘主任吧 你就跟她说 咱们家春月儿 年龄小不懂事 让她多单待单待嘛 完了 你说你妹妹已经跟人 把脸都撕破了 我这会儿再去 能有什么用啊 不过我就纳闷了 你说座谈会这种事 胡美风她是怎么知道的 就是 你说这是哪个 缺心眼的跟她说的呀 太缺心眼了 爸 爸 那个 您找一个时间拎点东西 去看看人家刘主任呗 玩 告诉你啊 要去你们去 别什么事都让我出面 这事我们怎么好去啊 那必须得您去啊 你说那刘主任 不是春夜的顶头上司吗 这关您怕人绕不过去了吧 不许去 爸 你要是去给她送礼 我 我就不干了 怎么说话呢你 那没有人家刘主任 你能进广播站啊 是吧 爸 你别动不动就提这个啊 广播站他们家开的 我的工作 那是我自己努力争取得来的 就算那是我领导 想要找我麻烦 看我不顺眼 我不伺候了行不行 小姑奶奶 你看你这话说哪儿去了 不就是去给领导送个礼吗 又不是让你去送 那是让咱爸去送 就是 咱爸跟刘主任什么交情啊 嗯 说不成哪天 刘主任和咱就是一家人了 什么一家人哪 你怎么说话的 唱嘴糊咧咧咧 天儿啊 你呢年龄也不小了 这个有些事呢 也该自个儿出面了 比方说工作上的事啊 是吧 进步上的事啊 别让老爸出面 是不是 你妈死得早 我一把屎一把尿 把你们拉吃到 我容你吗我 我是又买菜又买粮 又当爹又当娘啊 行行行 爸 你们该忙忙忙忙去吧忙去吧 爸 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啊 那我上班去了啊 包给我 爸 你那个烤烤烤烤烤 丑死了 爸 你站这儿干什么呀 你盼我早死啊 站这儿给我开追捣会似的 走 刘主任 广播是离的东西 我都整理好了 没事我走了 回来 春雅啊 广播站停播这段日子呢 你好好反省一下自己 没事擦擦桌子扫扫地 春雅啊 做事得先做人 我让你劳动 也是帮你提高思想觉悟 还有啊 我听说 那个胡美缝 还在你家住着呢 按理说 武剑同志走了 他在你们家这么住着 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啊 你们这些当子女的呀 没事要多劝劝你的父亲 做人做事都要讲究一个度 这个度把握不好 好事 也可能变成坏事 刘主任 您说得太对了 但我还年轻 我爸对美凤姐那度 把握的好不好 我可不敢说 但我爸和您那度把握的吧 还真挺好的 我听说啊 他爸给他捡完完的女的 给他再生孩子 也不知道女孩还是男孩 好 快来 干什么去啊 打球啊 别打了 回家给你弟喂奶吧 TE senza 爽 他 jsut 不得哦 不得嘬可不是 快 帮緊放浮 TED brake 又回来了 怎么了 心情不好 这谁招惹你了 少在这儿跟我臭屏啊 万一声你可以啊 你这儿上班没精打采的 那洗尿布洗得挺带劲的嘛 你说你修点声好不好 我乐意 别说洗尿布了 我就看到小春天那小脸蛋 你要我把心偷给他我的乐意 行 您乐意吧 喂 春莱 春莱 今天怎么下坑那么早啊 我跟你说话呢 干吗呀 回来 干什么把书包挡着脸啊 你这脸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跟人打架了 春莱 你说他 走走走走 跟同学打打架啊 那不属于正常的事啊 正常什么呀 我跟你说这事在春莱身上 那就不正常 他是那街上小婚婚吗 他正常 好春莱 他为什么打架呀 你说为什么呀 年轻啊 想到您 我在我们村那里 行了 吹什么牛 你闻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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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以我的人格保证 我信不变 那个洗完手以后 你去看看我弟怎么回事啊 我去呀 吴海生 你有时间在这儿洗尿布 你没时间管我弟是吧 好好好 我去 快点啊 别忘了洗手啊 这亮的 你不知道挪个地儿啊 爱情总是 跟着那春天跑 我与春天 追寻着你的味道 追到天涯海角 也不止疲劳 美丽的距离 却变成了煎熬 我的快乐 变得越来越少 我与快乐 分享离别的味道 思念如飞雪 飘满了冰角 期待那从封 给我惊喜和欢笑 感太阳 升起 而且日子在长高 要月亮祝秋 岁月也要绕 每天我都在 练习你的微笑 监牢的背后 是否隐藏美好 看太阳升起 日子在长高 要月亮初秋 岁月也要绕 每天我都在 想你快快来到 想着那温暖 温暖的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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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暖的拥抱